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先把我們要講的Menu先弄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你要按Menu,它這邊佈局,我們的專案名叫SubMenu EX 就是除了Menu之外還有子Menu,Menu裡面還有Menu 如果說你有很多的功能,你就可以把它建在這個子功能裡面 那有點可以把它做成像一個導覽的網頁 就是一個App,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跟一個網站差不多 網站裡面會有一層、兩層,你進去之後還可以再加一層 當然也是OK的,就看你怎麼佈局 那比如說這邊的話這個範例,點Menu之後有這些 比如說什麼陽明山、玉山、太魯閣、我的位置、墾丁官 就有一層的,第一層就是在底下,你可以給它很多層 它就會幫你秀在這個Menu 那你按一下Menu,應該大家都用手機都知道 按一下Menu就會跳出來 那現在大部分的App一定都會有Menu 應該都會有Menu,沒有Menu的話已經很少 為什麼?因為它可以把一些功能放在這裡面 那你可以點一下,比如說這個陽明山國家公益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又會跳一層,這個叫SubMenu SubMenu點進去你可以又一層 也就是說你有很多功能可以躲在這個SubMenu裡面 那點了其中一個的話,它要去執行那個功能底下的這個 就直接把它做那個動作 那不過因為我們這邊練習,最後只要怎麼樣呢? 只要跳出這個訊息就好了,你點哪一個 底下就Tost那個就可以了 表示說你有Round到那個程式就好 那將來你要寫什麼功能,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建Menu呢?其實建Menu的方法至少有兩種 那上個學期我講過,第一種方式的話 這個方法很多書裡面也有用 用的好像比較多一點點,但是我比較不建議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如果你做那個多國語系的話 就是說你要在什麼台灣就繁體中文,大陸就簡體 日本就日文,外國有些就英語系國家就英文 那你用多語系國家在這個上面比較不適用,為什麼? 因為它的上面的Menu名稱都是中文的 如果你要寫成多國語系,很麻煩